大家好 台湾社会的进步繁荣 公益社团的帮助很大 以国际符轮来说 全台湾各地目前已经有767个符轮社 平时就结合许多工商企业的力量 从事社会公益 受到许多人的肯定 2018年3月25号 国际符轮3461地区 就利用台中小巨蛋周济宴展中心 举办首届年会 场外还举办爱心义卖园游会 总统蔡英文 市长林佳龙也在中午左右 亲自出席这场盛会 蔡英文表示 符轮社注重人道关怀 是国际性的公益社团 她相当感谢符轮社的贡献 我们3461地区的社务 也是重活发展 符轮社请台湾跟东南亚国家 建立了更紧密的友谊 我们的新南车政策 现在是能够有一些成果 我们民间社团 尤其是我们的符轮社 也是一股很大的助力 在这次国际符轮3461区的年会当中 总监佟瑞楼还介绍2018 19年度的总监当选人张光雄出场 张光雄目前担任 明通制药公司董事长 社友都称呼他为明通 张光雄说 符轮3461区将来会结合运动 艺文跟公益 激励符轮社友成为社会的榜样 所以他跟夫人也亲自上场 带领多名重要干部 以精彩丰富的表演方式 炒热现场气氛 那我明年度 2018、19年度呢 符轮社3461地区 将要以文艺的饗宴 身心合一 运动强生 文武双全 也就是要以文艺跟运动 来推广这个服务 推广为社会来做公益 张光雄强调 符轮的精神就是要激发自己 照亮别人 多投入社会公益服务 国际符轮的精神才会发光发热 年会在晚宴之后 还有一场精彩的晚会表演 一开始由新名高中演艺科的同学打头阵 演出精彩的百老会歌舞 另外还邀请由三名声障歌手组成的表演团体 加上符轮社友跟眷属组队亲自上台 获得现场许多社友跟海内外贵宾的热烈掌声 这是真的第一次在这个三四小鸡蛋举行 真的很创举 尤其那个节目真的很棒 我们后里符轮社做很多社会服务 然后今天办群女年会 然后节目很活泼很生动 我们符轮社有一个术语 就是进来学习出去服务 我们有很多这种国际的这种服务 还有我们社区的这种服务是我们做得最好的 这次来参加我们三四六一第一次的年会 心情非常高兴 符轮本来就是在从事社会服务 跟国际连结的一个社团 我觉得参加年会收获很多 如果有一些社友没有来参加的 就不晓得我们符轮社在世界各国 做哪一些善事 那看了影片以后会感动人 非常好啊 包括像我们社每年都有公益活动 甚至于还远到海外去协助医疗 我觉得符轮社是非常有意义的社团 那像这样的社团呢 我们应该把符轮精神啊 那个发扬光大多多参与 有这么多热情善良又积极的社友参与 丰富精彩的表演活动 加上蔡英文总统到场支持鼓励 让这次2018国际符轮三四六一区的年会 从头到尾都没有冷场 连国际社友也觉得活动非常成功 国际符轮三四六一区表示 2018到19年度计划要举办很多公益慈善活动 包括反毒宣导 海内外议诊 环保众树 关怀原住民弱势团体 跟各种艺文表演等 而且要拍成影片 透过网路传播 加强媒体宣传 凝聚符轮社友的力量 打造幸福快乐的城市 让社会充满正能量 记者陈文旭 顾一维台中报导 总监提名人 要升格为总监 打造幸福快乐的城市